大家的質疑是說 不是一次都不該去吃嗎 為什麼是五五 是官官相互嗎 你們不能監給監察院嗎 難道法務部跟司法院 不是用最高的標準 在要求你們的檢察官 跟你們的法官嗎 大家的問題到今天你們還不清楚嗎 不然呢就吃四次飯沒事 吃五次飯才有事嘛 人雄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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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 是非局勢中有論 是六道具有所信心 自從發生這個案子之後呢 其實原來我們的司法形象跟公信力就不高 那根據最新的中正大學的犯罪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調 而且是今年二月底所公布的民調 去年法官的滿意度居然不到三成 是歷年來的最低 可見得對於整個司法的形象 是非常嚴重的重創的 那當然檢察官也很低 那麼警察稍微低一點 但警察還不錯 還有超過八成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議題 當時爆發這個案件 就已經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加深了大家對於司法 黑目重重不公 然後有一個判死 沒有一個判死 這種刻板印象 但是呢 你們的危機處理 才是真正讓這件事情擴大 大家對司法更加不相信的一個來由 因為畢策已經是發生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麼大家都認為說有一個普遍的共識 但是起碼這一二十年來 台灣的司法是有在進步的 不管進步的幅度是多是少 但現在被有點打回原型了 所以第一個我還是要問 大家都是高度的質疑所謂的533跟55制 司法院雖然發布澄清說 這媒體亂報假消息 沒有所謂的533 但是你們所謂的依情節輕重更加模糊 不管是533還是55 起碼還有一個具體的標準 以上以下 什麼叫做依情節輕重 是533還是553還是543 請問律書長 什麼叫做依情節輕重 跟委員報告我先說一下 中正大學那個放房所的那個治安的民調 那個部分的題目設計主要是在調查一般民眾對於治安的感受 所以跟你們法官無關 中間突然差進議題就說法官就比較 你看你們就是這種態度讓人家沒有辦法接受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個民調沒有參考價值 你可不可以讓我們解釋一下 那不然是什麼 那個法官的職責就是重在公平審判 如果說要跟警察去比治安能力 法官是真的比過的啦 人家沒有要叫你們跟警察比 你們跟去年比跟以前比就是很差 你不要再跟我講這個民調 請你回答我什麼叫做依情節輕重 時間有限趕快講 那我們去年對一般民眾所做的那個司法認知的調查 你們自己的民調很高就對了啦 你現在是要告訴我 53.9對法官的信任 53.9所以好棒棒 對律師對這個司法改革成效的調查 那麼律師對法官的信任 信任度是高達到23.3% 那麼另外委員關心的這個所謂我們ES8號調查報告 那個所謂調查的標準533 事實上並沒有這個說法 這是 不要再重複我講的話 你就直接告訴我你們的依情接觸是什麼 我們的依據主要是以5次為標準 就是說有不當接觸5次 或是受證禮品5次這樣子 那麼這個 所以跟法務部一樣是55就對了 這個標準是 監察院的調查意見在他們的註發 所以我說嘛 他不是533一定是543或者是553或者是55嘛 就是有嘛 那這55你認為這個社會就能夠接受嗎 為什麼是5 那你剛剛又推給監察院 說監察院是5那請問一下法務部好了 為什麼是55 那5以下 所以拿了4件衫跟拿了5件襯衫 4件襯衫就情節不輕 就情節很輕 5件襯衫就情節很重 這標準是哪裡來的 因為這個案子 行政調查是起源於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他交給行政院行政就發酵下來 所以我們就依照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裡面的意見嘛 所以我們才定這個意見 作為我們在調查的標準 民眾的問題是說 司法的徵操怎麼可以一次都不論拿嘛 那為什麼拿一次兩次三次四次拿一次也就算了 兩次三次四次啊 都還不算情節輕重 吃飯也要吃五次以上 五次耶 我當立委我覺得我都很少 我跟哪個什麼廠商哪個誰 吃五次飯以上 所以一次三次他不是一次都不該去吃嗎 大家的質疑是說 不是一次都不該去吃嗎 為什麼是五五是官官相戶嗎 你們不能監給監察院嗎 難道法務部跟司法院不是用最高的標準 在要求你們的檢察官跟你們的法官嗎 大家的問題到今天你們還不清楚嗎 拿一次襯衫沒問題 吃一次飯沒問題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這個報告裡面是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 是有意義的 然後至於委員提了說一次兩次三次 如果他跟案件有關跟他職務有關 一次都不應該 這是我覺得我們要求的最高標準 那至於其他的 所以請問一下以後法官 可以去跟人家吃四次飯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吃四次飯沒事吃五次飯才有事嗎 跟他的職務有關 跟你在處理案件一次都不應該 那當然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今天法官的 這個平常的這個要求 他如果因為這樣而改變他的判決是最大惡極啊 但是為了要不要瓜田裡下 為了讓法官的這樣清高的一個形象還有檢察官 他不是連一次吃飯都不可以去嗎 你要告訴現在你們規定改了嗎 那這不是應該要有行政的處罰嗎 這不是應該牽涉到你們的聯能 我當然知道他沒有因為這樣子影響判決 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事啊 所以呢 請問一下司法院 所以現在法官人家邀宴 同一個人可以吃四次就對了 不是這樣子 不然為什麼是這樣 你這有不同的行政調查 剛剛那個部長有跟委員說明 那是因為 在我們的118的調查報告是因為因應 你不要再跟我講 你不要再一直放入一袋 你浪費我太多時間了嘛 我覺得這社會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問你下一個問題 我不曉得聽你的答案了 請問一下 這次扯出案外案 石木卿說是許中立惡鬥他 所以石木卿、許中立這兩位 是中華民國司法最高的兩大巨頭 現在石木卿去告許中立了 我先請教司法院 許院長會不會出庭 跟委員報告這個 因為做一個司法院長被告 要不要出庭 這知識體大 他一定會跟你們討論 如果他被傳喚 會不會出庭 司法院會還是不會?為什麼? 直接告訴我答案 這個目前 這個石木卿 致訴我們司法院長的這個 這個案 還在台北議員 主席要多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他實在是講話浪費太多時間了 台北議員的法官 會不會傳喚我們 如果傳喚的話你們會不會出庭? 會還是不會? 現在都沒有討論嗎? 沒有討論 未來一定會討論司法院長要不要出庭嗎? 對不對?你們現在沒有討論 請問一下 石木卿要許中立 今天他完全都是被司法院院長政治惡鬥鬥他的 這件事情石木卿案 已經讓我們的司法形象灰頭土臉 但是很少有看到哪一個司法過去的司法人員 被報貪污也好 違法案件也好 居然會咬出另外一個重大的長官說 這是一個內部的政治惡鬥的結果 他今天不但說許中立惡鬥他 而且告上了法院 請問一下 許院長你們司法院裡面 兩大巨頭都在做政治惡鬥嗎? 那如果你一定跟我講沒有 今天這樣子的形象出來 是雪上蝦霜啊 你們要怎麼自欽 你們要怎麼樣重新建立 司法兩大巨頭 不是在為老百姓的公平正義 法院的公平正義把關付出 每天在互相惡鬥結交各種軌 你認為這樣子老百姓看了以後做何感想? 跟委員報告 會有這個結果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司法院對於要保護法官的連結 然後我們要肅清這樣的不當行為有多大的決心 請問決心在哪裡? 石木卿說許中立惡鬥他 顯示出我們的決心 所以許中立不怕石木卿咬他 也要把石木卿移送法辦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所以這一切的確是許中立主導的 當時 當然石木卿這種惡行惡狀一定要 法院絕對要把他調查清楚 給予適當的懲處 但是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就是許中立把他 把他親自主導把石木卿這個案子掀出來的 我們是有相當的證據 而且也經過人審會的審議才跟他移送 那為什麼石木卿要許中立 許正義在這中間有沒有角色? 請問許中立院長在這中間有沒有角色? 你意思是說我們是指許中立跟你嗎? 當然是司法院的院長提案到人審會審查 然後移送監察院做談合審查之後 現在全案在我們懲戒法院的職務法庭審理中 好啦秘書長 不是因為石木卿講而已 是因為我認識很多資深的法界人士 都這樣跟我說 這就是許中立在鬥石木卿 石木卿罪該萬死 但是這背後你想想看石木卿咬出多少東西 我是要了解 我現在沒有要幫誰講話 最好你們狗咬狗 把所有這些司法院的內幕黑幕 不然他們這兩大巨頭誰敢惹 誰敢惹石木卿? 誰敢咬許中立? 這不是我們敢想的 我想請教秘書長 我必須要提醒委員 這一個案 這一個案是從最高檢察署來的 是108年8月29日他們發函過來的 你真的很會甩鍋 那你剛剛不是說顯示你們的決心 你現在又說是最高檢察署 到底是你們的決心還是最高檢察署的決心? 是誰的決心? 那個委員每一段都需要 每一段都需要有機關的決心 秘書長我沒有辦法判定 我沒有辦法知道說你們真正的內幕是怎樣 那我現在只是站在整個的司法形象 還有國人對司法的一個硬朗 我在這邊想請問一下 我為什麼問許中立會不會出庭? 今天石木卿 法官的法官 這麼大的法官 今天都被法辦 那今天你們會因為許中立是你們現任的院長 就請全力所有的資源保護許中立嗎?還是一樣 你對我的意思 一切依法辦理 我是知道今天司法院這樣的一個態度啊 跟委員報齁現在 這是這個自訴案 就是石木卿提的自訴案 這個在台北地院審理中 那是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牽涉到司法院的院長 所以我剛剛才說他會不會出庭 要怎麼出庭 這是關係整個司法院的影像 你要給我們大家知道說 這個全台灣最懂法律 最高峰亮節 司法院的大家長 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怎麼處理的態度嘛 難道說這是個案 司法院院長自己去決定 跟我們大家都無關 跟你們司法院都無關嗎? 當然不是嘛 總統要不要出庭 難道這個社會不用討論嗎? 難道這個總統不用考慮到他位置的高度 他要不要出庭接受呢? 陳水扁當時這些貪污案 他也可以接受 他也可以不接受 他也可以選擇怎麼樣對社會說明 這就是一種態度嘛 因為他的高度 他必須讓全國 讓我們社會知道他的態度嘛 他這麼的崇高 他處理的態度 是不是符合我們對司法院 跟司法院長的期待嘛 所以這件事情你們一定要嚴肅以對啦 一個石木青 現在又咬一個許忠麗 那以後司法院怎麼辦? 你們花幾億宣傳都沒有用啊 你們花幾億宣傳都沒有用啊 還有其他人